我一直觉得这个世界上亲人,爱人女又人缺一不可,而我们在漫长人生里最幸运的的是,就是遇见。 胡德夫在《时光回忧》里写道,曾经相续的朋友们,都慢慢变得忙了起来,每个人走向了不同的人生轨迹,也各自经历着起伏的人生经历,我们之间的交集变得越来越少。 这大概是我们年轻的时候不曾想到的事情,过去身边总有很多人陪伴着我们,他们陪我们在青春的操场上跑过,陪我们在理想的道路上拼活,也陪我们经历过所有出场人生滋味的时光。 可是,后来,我们一路走,一路告别,后来,我们天南海北,漂泊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,我们把陌生的境遇绕成了熟悉,也不断接触着新的人,接交着新的朋友。 可是,我们知道,那些曾经呼吓而过的青春,曾经陪伴着我们的人,会永远占据着我们心里最温暖的地方。 前几天,我去朋友西西,哪里收拾了一些衣服,是她送给我的,在挑选衣服的时候,她说那件合适我,那件不适合我,那件要怎么穿,要怎么搭配,甚至细致到内衣搭配的颜色,她好像比我还要了解,我身体的构造。 但是,事实证明她都是对的,在她跟我挑选的那些衣服里,在我穿出去,人人都夸好看,舒适和我,不想起以前和她我在一个房间,挤在一张床上,她会被我突然的大惊小怪,吓得嗷嗷大叫,我蹲在地上吃饭,为蒸墙碗里的最后一块肉,而笑出眼泪,我们也分支一个苹果,去同一个地方,后来,我们离那些日子,越来越远, 我们去了不同的地方,开始过气渐染不同的生活,可是,我们依然怀有牵化和思念,依然像当初一样在意彼此,依然会在快乐的时候,想要与对方分享,难过的时候,想要向对方倾诉,好像大多数的相遇最终都会走散, 因为后来大家都不得不忙于各自的生活,当不再能每天溺在一起的时候,焦急就会越来越少,问候也是,可是我从来不曾担心有情的时间和距离摧毁,因为无论身处何时何地,再见面的时候,我们一定还会像过去一样亲密无间, 就像保罗·乔尔达诺在《智术的孤独》中写到的那句话,多么庆幸,我们可以坚持着自己的个性,谁就能打成相待,距离是我们留给彼此的空间,也是对彼此的尊重。 我听到过很多关于朋友的定义,像换案件真情,或是拖心而共济,始终如一,可我却从没有遇见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变故,和觉得多数人一样,我一直经历着最平淡的人生,没有聊身一遍功成名就,也没有保金沧桑半截不复,就在这样的人生里, 我内心最大的波动,是漫长岁月里,被朋友所给予的一份普普通通的见面和牵挂,是甚至永远不会被抛弃的踏实和满足,是明明很久不,联络,再次见面还是会相识一笑的默契,是无论岁月如何变先,还是会相信情比之间的初心和见面,我一直觉得这个世界上轻人,爱人里有人缺一不可,而我们在漫长人生里最幸运的的是, 就是遇见,所以我的老朋友,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得不分别,那也别担心,别沮丧,因为对于我们来说,分别只是彼此都多了一个人生的归处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